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在x加y夸号的12次方的展开式中呢 有没有x平方y11次方这一项 以及呢要问我们x3次方y9次方与x9次方y3次方之细数 呃我们先用直觉的方式来想一下第一小题 然后我们再用所谓的二项式定理来处理 我们知道啊x加y的这个12次方呢 你可以知道是这个x加y乘上x加y 这样子夸胡总共12次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12个夸号内取出不同的x跟y 去把它配在一起 然后就形成了其中一项 那我们知道因为只有12个夸号 所以再怎么样你取出来的x跟y呢 最后它的次数啊加起来一定是12 可是问题是x平方加x平方是2 y的11次方是11 2加11啊是等于13 并不等于12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x平方y的11次方根本 怎么样不存在这个展开式当中 不存在此展开式 此展开式 好 所以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解决了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x加y的12次方呢 我们可以用sigma的概念来看 它呢是什么 sigma k呢等于0到12的什么呢 c12取k的这个呢 x的12减k 然后y的k次方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x跟y呢 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上面的系数相加等于12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 对不对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 所以反过来说 我们直接就可以进入第二小题了 因为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看出它前面的系数要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呢 x的12减k次方乘上y的k次方之系数呢 好 之系数呢 就为什么 为c12取k 所以 我们就知道咯 这个x三次方y的九次方之系数 等于什么 c12取什么 9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当作k的的话 就c12取9 那x的九次方 y的三次方 之系数呢 这也很有趣咯 其实是什么 你就发现呢 等于 c12取3 这两个结果根本就一样嘛 12取9跟12取3 我们都知道是同一个数字啊 所以这边我们算出来是c12取3 就是12乘于11乘于10 再除以三接 所以是等于220 那这里呢 当然也是等于220 所以这两个的系数呢 都是220 那上面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再次提醒我们二项式定理 整个式子呢 你要熟悉 并且对于任意一项 如果他只问你单一一项的系数的时候呢 你也要有一个很快的反应 OK 所以基本上呢 当然熟练了之后 基本上不需要用倍的 你就可以想这一项的系数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次方相加 所以是c12 然后取其中一个都可以 取3或取9都可以 OK 所以你看答案就出来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